花蓮县文化局2017年执行布农族旧社领域复返计划协同 卓西乡族人回到拉库拉库西流域加新旧社新建的石板屋 去年曾经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等大奖肯定 今年把范围扩大前进马兰沟西太平西流域来探访 日前在花蓮文创园区展出了一比一比例的石板家屋模型 展期直到12月10号 欢迎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前往了解布农族家屋特色 花蓮文化局自106年起与在地布农族人及专业团队携手合作 从拉库拉西流域开始展开旧色溯源与虫树计划 让隐身山林的旧部落面貌得以重新展现 去年更把足迹拓展至全县布农族人族社领域 由当代族人亲手修复传统家屋 陆续得到2021国家卓越建设奖 2022全球卓越建设奖等国内外奖项肯定 日前在花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7号展出计划成果 其实嘉兴石板屋它已经失去了80年的记忆 也就是说我们布农族人其实不知道怎么盖嘉兴石板屋 所以这个嘉兴石板屋对我们布农族来说很重要 是因为它再次的去呈现 然后结合很多的建筑师跟专家 跟布农族人一起建立这个石板屋 其实也造回我们属于我们布农族人的记忆 台湾族鲁凯族也有石板屋 那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们布农族的石板家屋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是没有窗户的 如果你们去嘉兴的话它是没有窗户 因为本身布农族的家屋 它其实就是坐落在山头 然后在平地上面 可是它是散居式的 那台湾跟鲁凯是群居式的 所以它的一个家屋的设立其实是也算一个堡垒 那它唯一出口就是它的门 那门的话就是如果是敌人来的话 我们就男生他会在里面就是 如果是敌人的话他就可以防御 那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天窗 可是天窗那一块就是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在嘉兴那边是没有看到天窗的 那过去是有天窗的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里面的家屋是 两处会有三十兆 三十兆是对我们原住民来说很重要 是它要生火然后煮菜 然后还有就是喂食动物 然后我们在那边煮菜 所以在寻找家屋的时候一定要有两个三十兆 才会知道它是家屋而不是工作的场域 这个家屋的设立的时候 它的木跟木头之间是有留着一个空隙的 是因为板块的地震它震动的时候 互相把那个震度抵触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家屋是很特别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它用十二根柱子去设立而成 所以当家人更多人的时候 他可以拆掉这块石头 然后再加三块柱子再往旁边延伸 所以这个石板家屋我觉得它是可以变大的 所以在山上我们有找到七十个人住的很大的家屋 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让年轻人 能够回来认识自己的根 那再来就是说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 不论是原住民或是布农族人 能够认识我们了解我们 不是说你上山狩猎就是错的 那就是会有动物的死亡 但是其实我们是在平衡那个环境 大自然的协和这样 特展呈现十几个布农族旧社的调查计划案成果 透过1比1比例的石板家屋模型抖面 让民众近距离认识石板家屋的搭建工法和小米舱等室内配置 就由实体模型 影像记录及前人物品 还有图文面板记录吸手努力的历程 引导民众重回过往山林发生的点滴 集体展出至12月4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邦彦华林时报导 请不吝点赏品课程 请不吝点赏忽转发送